如果俄罗斯当年没有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,现在世界上很可能出现两个俄罗斯。 历史上俄罗斯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原因,在于1853至1855年,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的战败致使沙俄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紧张。 作为当时来讲这样一个选择,并不能认为是错误的,毕竟当时的阿拉斯加就是一块荒地,对于沙俄来讲,并不值钱,在多年以后来看,的确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 图著,1867年,美国用于支付阿拉斯加的720万美元支票,相当于现在的1亿多美元。 1867年,俄罗斯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。 如果这一事件并未发生,很可能导致俄罗斯国内社会矛盾,比现实中激化更早,并导致俄罗斯更早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,或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。 但无论哪种结果,俄罗斯发生两次国内革命的局面不会发生改变,社会党人政权推翻沙皇政权,然后又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这一局面同样会发生,而接下来的情况,会比较有意思。 图著,1918年的照片苏维埃俄国建立后,如果西方对苏俄进行干涉,并支持白军,则很可能重现现现实中,白军不敌红军,最终被红军在西伯利亚剿灭的情况。 不过,由于阿拉斯加这个变数,情况可能会出现差异,反苏维埃分子,可能渡过白岭海峡,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,在阿拉斯加这个苏俄的力量,难以覆盖的区域重建政权,并最终出现苏俄和北美俄国并立的局面。 到二战时,北美俄国的存在,会成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个变数。 图著,阿拉斯加地理位制图,如果苏联和美国,没有就北美俄国的问题谈拢,很可能致使美苏之间的合作出现裂痕,由此将会把世界局面引向一个全然不同的局面这种局面,会演变到什么程度,谁也难以下断言。 但无论如何,最终美俄关系仍然会走向对立,而阿拉斯加问题,也将成为绕不过去的一个剑。 这是体量导致的,毕竟对于欧洲的主导权,美俄一直都是有嫌隙,尤其是在苏绵时代。纵使时至今日,美苏依然是世界上主要的军事矛盾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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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